女人每天都会在公司加班 可老员工还仗着自己的身份 直接甩给她一个耳光 但此时的菜花根本不怕 反而还拿起七书机 把她砸到地 男同事见状立马过去阻拦 可看到菜花拿出一个十米大刀后 她直接吓得赶紧躲进楼梯间 无奈菜花只好先处理仗势欺人的老员工 尽管她被吓得苦苦求饶 但菜花丝毫没有想要放过她 只见她拉着老员工的小短腿 直接把她摔下了百米高空 另一边逃到楼梯间的男同事 也被吓得瘫软在地 因为在这里 她看到了已经被菜花害死的老板 随后她就再次返回办公室 趁机拿着菜花的刀子 威胁她不要靠近 可此时的菜花已经不管不顾 直接靠近和男同事扭打在一起 但在争夺刀子的时候 男人不慎把刀子刺进了菜花的肚子 为了自己不被吃上免费的牢饭 他立马准备掐死菜花 可他刚准备起身 就被活泼了的枪子拔倒在地上 第二天 倒霉的男同事 被认为杀人凶手服依死刑 而菜花则成为受害人洗脱了嫌疑 老张的尸体也被在下水道搜出 一场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 也告一段落 其实佛波勒也知道 兄弟的主人正是菜花 但他也并没有拆穿 或许是不想惹是生非 又或许是他已经因此案件生殖加薪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惹老实人 因为你不知道 沉默寡言的背后 到底能做出怎样的冲动